大家好 正文开始之前 麻烦大家点击订阅 我们会把更优质的内容分享给大家 6月24日龙芯中科成功登陆科创版 踏出国产芯片行业历史性的一步 截至6月28日龙芯中科每股价格103.53元 市值达415.16亿 作为成功登陆科创版的第一家CPU公司 龙芯中科是国产CPU自主派的领军者 其自研的龙芯指令集已经投入使用 作为芯片生产链条中最基础的一环 芯片架构的商业授权掌握在美国人手中 从整个产业格局来看 风险都是极大的 就像是被人拿住了命门 一旦商业授权中断 中国芯片将满盘皆输 2021年7月龙芯中科发布了最新的3A5000系列芯片 主频为2.3赫兹到2.5赫兹 四核心设计采用了12纳米工艺 这款芯片一经问世便得到了多方关注 在经过从官方到民间的层层测评之后 在经过从官方到民间的层层测评后 最后得出了统一结论 历经20年沉淀后 这款基于国产架构的自主研发芯片 终于追赶上了时代的步伐 对此 倪光南表示 龙芯指令系统的发布 是中国信息产业的一个重要成果 有望在未来成为国家网信事业的坚强底座 毕竟在芯片架构上死磕了将近20年 龙芯中科的身上已经承载了太多中国人期盼 就像任正非说的那样 华为之所以能活下来 靠的不是荣誉感 而是危机感 在高端技术领域 龙芯中科虽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但与机遇并存的还有无穷无尽的挑战 提到龙芯中科的战略规划 以及中国芯片产业的未来时 胡威武说 什么叫解决方案 像电脑和手机 这两个做成大的生态体系 就是大解决方案 所以 我们一定要构建自己的生态体系 否则产业始终掌握在人家手里 向前沿技术看齐的同时 该如何基于龙芯架构打造全新的行业生态 成为了龙芯中科面临的首要问题 龙芯架构最大的优势就是 在整个设计生产的流程当中 最大程度上实现了国产化 芯片中的所有功能模块 全部由龙芯中科自主设计的 包括CPU核心 片内互联总线 DDR4 内存控制器 以及各种IO接口模块等的所有原代码 除了流片厂家提供的基本设计环境 龙芯3A5000几乎没有使用任何第三方技术 在工艺制成的选择上 龙芯中科一直显得比较保守 在2021年最新推出的3A5000处理器 使用的是12或14纳米工艺节点 而之前的3A4000则是采用了28纳米的成熟工艺 与国际上的尖端技术水平相对比 中芯龙科确实有一定的差距 但就中国芯片行业的现状而言 其实龙芯中科的深思熟虑 不一定是件坏事 就国内市场而言 目前14纳米到28纳米工艺 可满足我国大多数信息应用场景需求 作为国内自主研发的芯片架构 龙芯架构所提供的安全性 能够极大满足国家职能部门的保密性需求 同时 由于龙芯架构对数据安全的保障 准确切入商业痛点 在银行 通讯行业等领域成功实现了商业化 与中国移动 民生银行等公司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 截止到目前 中国已有近百家厂商推出了数百款 基于龙芯的生态产品 客观来讲 跟英特尔 IBM这些大公司来比 龙芯3A5000的数据还远不够看 不过值得欣慰的是 3A5000的性能已经逐渐逼近了市场主流 运算能力可以与六年前英特尔的i5系列相媲美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龙芯中科走了足足20年 2001年 在中科院计算所的知识创新工程下 龙芯课题组正式成立 仅一年时间龙芯一号诞生 伴随着龙芯一号的诞生 中国芯片行业重新吹响了进攻的号角 同一时期上海高性能集成电路设计中心的深微 以及国防科技大学的飞腾纷纷起步 国产芯片第一次迎来欣欣向荣的局面 怀揣着全行业的期望 龙芯客体组不负众望 在2004年推出了龙芯二号 当时的性能已经可以追凭英特尔在1999年发布的奔腾3 国产芯片与国际芯片的差距 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接近 可国产芯片的短板也开始逐渐暴露出来 就像胡威武说的那样 生产工艺是一条腿 指令系统是另一条腿 制作的工艺虽然提上来了 但芯片产业的根基 也就是最基本的芯片架构 芯片IP CPU指令集等 依旧受限于硅谷的几个大公司 这就好比虽然你学会了一道菜 虽然味道做得越来越好 但这菜的菜谱终归是人家的 这个打造菜谱的重担 自然而然地落在了龙芯中科的肩上 从那以后龙芯中科开始了十几年的漫漫长征路 而龙芯架构的推出 就是龙芯中科对这十几年沉淀的最好回答 在龙芯架构推出前 国产CPU企业多数依赖于国外的架构 如海思和飞腾采用的是ARM授权 海光和照新则采用X86授权 中科院也购买过M-IPS的授权 但随着技术的更新迭代 老旧的指令集在不断的叠加中变得臃肿 开始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 而且在别人的地基上盖房子 就算盖得再漂亮 也都是空中楼阁 相对于市面上主流的X86与ARM架构 其实龙芯架构最大的优势并不在于性能 龙芯架构诞生的最大意义 在于商业版权的独立 早在龙芯3A5000推出之前 龙芯架构指令系统 便已经通过了国内权威第三方机构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的知识产权评估 在评估当中 基本认定了龙芯架构指令系统符合原创标准 区别于市场上流行的ARM MF-X86是一套全新指令系统设计 龙芯架构能够通过查虫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从今往后 中国真正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芯片架构 距离甩开那只卡脖子的手又进了一步 除此以外 长期坚持自主研发CPU盒 也是龙芯中科的特色之一 在新版招股书中 龙芯中科还透露了龙芯自主研发了GPU盒 内存控制器等上百种IP 设计一颗高复杂度的CPU芯片是十分复杂的 其内部有很多IP组成 包括CPU、GPU、内存控制器、IO接口控制器、高速接口、锁向环等核心IP 而GPU和内存接口这种IP核 对其成电路从业者来说更是门槛极高的领域 没有5到10年经验的积累基本上是做不出来的 受商业授权限制 国内的芯片设计企业每年都要花费高价购买GPU盒和内存接口 IP核等架构的授权 单次使用的报价基本上都要百万美元起 在这点上龙芯中科的战略和决策 无疑是极具前瞻性和战略性的 十几年前当所有的芯片企业都在致力于打造芯片的制造工艺时 只有龙芯中科坚守本心 坚持在芯片架构领域深耕 就像胡维武说的那样 构建自主信息技术体系和产业生态的道路 是一条不容易走的路 但走通以后 前途一片光明 龙芯中科也用行动证明了 他们不仅有这个实力 而且真的把这件事给做成了 胡维武表示 手机APP有苹果版和安卓版 而未来大家开发电脑应用时 除了有Windows版 还会有龙芯版 胡维武还提到 争取干完今年 龙芯能赢得自主性最强 性能最高 生态最好的口碑 到下一代产品推出时 龙芯CPU将从逼近国际主流产品性能 跃升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据龙芯之前公布的消息 龙芯3A5000下一代的龙芯3A6000处理器 已经在研发中 预计在2023年发布 3A6000也不会继续提升工艺 依然会采用现有的12纳米工艺 但会大幅改进架构设计 单核性能有较大提升 达到市场上主流设计 11代酷睿的水平 让我们拭目以待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